大家好 欢迎关注库卡汽车 我是老胡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小SUV是别克的昂克拉 昂克拉出来时间比较长了 作为美系的小SUV 当时它出来时候也火过一阵子 现在新款的昂克拉出来了 但是用的是三缸无论载压发动机 很多人对三缸还是比较纠结的 那么这个老一代的昂克拉是1.4T 四缸发动机 然后手自一体六速的 然后多缸拿ABS前置前驱 这个车定位很清楚 就是给年轻人用的 上下班代步用 13年9月到现在为止 6岁了 只行驶了5万公里 基本上全车远期 有点局部小挂碰 补气 个人一手的私家车 现在的价格还不到7万块钱 6万多块钱 就能买一个合资品牌的小SUV 这个事儿真的挺靠谱 这车的品质和耐久性都不错 也没什么负面消息 车体不是很大 现在购车主力的90后 小年轻 就是一对年轻人 那么用一款这样的小车 车身小小灵活 停车方便 而且它是SUV 虽然是两驱的 上下马路牙子 停车非常方便 镜头十足 油耗不高 价格不贵 还是合资品牌 还是有很多卖点的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看一下 别克安克拉也是以灰黑色为主 搭配这种哑光的亮条 杜乐的装饰 看着还是挺有质感的 方案蛮大小适中 我们来看一眼这车的配置 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 大灯高矮可调 仪表板是比较传统式的 然后有行车电脑 这边是它的音响控制系统 有导航 有倒车影像 手自一体的变速器 有手动模式 然后带加尖挡 动空调 这车的储物格也比较丰富 一手车 说明书保压否则 看一下 全都在 天窗有 虽然不是真披座椅 但是质感不错 支撑也很好 作为年轻人用的车足够了 安克拉的后排空间只能说是够用 西部空间只有一拳零两指 头部空间 因为它这个地方内凹了一下 所以有一拳零三指 坐两个人没有压力 坐三个人也可以接受 地摊高度不高 没有后空调出风口 没有中江扶手 但是作为家用车来说 这都不需要什么太多建议的地方 这个车的虽然不是皮座 但是容不坐椅做工还是相当好的 坐得很舒服 作为家用小车来说 安克拉是一个不错的车 特别适合90后的年轻人 别克安克拉的车尾设计 中规中矩 它们上有多出彩 别克的家族设计也是 SUV里边最小的安克拉 中号的安克威 大的安克雷 长得都很像 这个是1.4T的 我们看一眼 这车的后排的空间 目测后排空间容积 不折叠座椅 只有将近200升 座椅三分之二三分之一 可以分开放倒 这是原车车主的两垫 备胎是小尺寸的 没落过地 中规中矩 对于别克车来说 安克拉现在出新款了 空间大了 但是三缸清洁 困扰的很多车主 这台车呢 虽然车里已经6岁 但是行驶底上 只有5万公里 本的一手 价格也比较实惠 不到7万块钱 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这台别克安克拉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如果大家对这台 白色的小SUV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言 别克安克拉 我们会有更多 这台车的资讯命令推送 请大家关注我们吧